一八冲突双方在休战协议到期之前 继续按照名单交换人质 引领常判亲人安全归来团聚的家属 见到心愿达成喜极而泣 但对人质而言 那段黑暗的囚禁日子 仿佛是人间炼狱 根据世主艺术 他们的行动都受到监视 每天都像不得超生的鬼魂一样活着 生不如死 一辆载有数十名巴勒斯坦人质的巴士 缓缓停靠在约旦河西岸拉玛拉的街道上 大批居民冥想汽车喇叭 挥舞着旗帜迎接他们归来 等候多时的家属难掩激动情绪 和亲人紧紧相拥 虽然已经恢复自由 但人质艺术惨痛经历时 难免会瑟瑟发抖 我认识的人 历岷 我过来 未经常 숙acked 你现在不把它的眼 secondo 睡觉 你们闻舞着 nightmares 我们 Naj胀的背て 我们在寻imm 走roz 一直在寻 我懒吓那些什么 你曾经验成 无法 你赶縮 17岁的奥菲尔和36岁的利盟 是哈马斯上个月28号和29号 释放的以色列人质 家属苦等了将近两个月 终于可以团聚 悬挂的心也可以放下了 路透社 引述以色列预证局的声明指出 哈马斯在星期四的人质交换中 一共释放了10名以色列人质 当中包括两名拥有双重国籍的女性 已换取30名巴勒斯坦人质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另一方面 哈马斯扣押的32个泰国人质当中 第一批获释的17人 已经在星期四返回国土 作为预扣的唯一一名女子 纳塔瓦利 担惊受怕50多天后 可以活着和丈夫回到家乡 心里可说是无畏杂成 孔敬国际机场大门打开的那一刹那 久违的母亲和孩子的面孔映入眼帘 纳塔瓦利难掩相思之情 三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纳塔瓦利从未想过 这一别就是四年 如今特别珍惜和家人团聚的每一刻 根据泰国政府的数据 自哈马斯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 已经有39名泰国人不幸丧命 在这之前 有大约3万名国人在加沙从事农业工作 是当地最庞大的客工群体之一 至今已经有大约9000人撤离战区回国 马斯射电视综合报道